为了香料 欧洲人跨越重洋 这是一场追逐利润的博弈 凭借股票 荷兰人后来居上 开启了他们称霸海洋的时代 胡椒原产地亚洲 是很普通的一种香料 但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胡椒却和黄金一样贵重 可以用作新娘的嫁妆 可以代付租税 甚至可以替代金银付账 就是为了胡椒 欧洲人远舍重洋 打开了东西方贸易的大门 让十七世纪成为辉煌的海洋时代 这是一张股票 面值一百五十荷兰顿 发行日期 一六零六年九月九日 发行地点 荷兰 这张股票距今四百多年之间 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张股票 股票的发行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张股票和这家公司的名字 是和当时的香料贸易密切相关的 1597年八月的一天 荷兰泽兰省港口人潮有动 商人们更是欢呼雀跃 荷兰人第一次远航亚洲的船队 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荷兰 虽然返航的船队遍体鳞伤 三分之二的水手葬身大海 但是他们从亚洲带回的香料 让商人们无比兴奋 因为这一次远航的成功 打通了荷兰与亚洲之间的 香料贸易之路 而在当时香料贸易的利润 高达十倍以上 此后 荷兰各大城市纷纷组建了 远洋航运公司 到1602年 已经有15家公司 累计派出了46艘商船远航亚洲 荷兰与亚洲之间的香料贸易 如火如荼 这时 荷兰有一位著名律师 名叫约翰奥尔登巴内菲尔特 他发现 随着香料进口量的增长 公司间恶性竞争 竞相杀价 必然导致价格下跌 而远洋贸易的风险巨大 船毁人亡的海难随时都在发生 香料的成本居高不下 此外 这些公司的规模都不大 很难抵抗远洋贸易的风险 更难和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大船队竞争 长此以往 荷兰商人乃至荷兰国家的利益 都将面临挑战 约翰由此想到 为什么不能成立一家国家级联合公司 来经营亚洲贸易呢 这样不仅可避免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 还将保障荷兰的国家利益 约翰向各家公司提出了他的建议 却立刻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 阿姆斯特丹人在香料贸易中占绝对优势 组建一家联合公司 将肯定是阿姆斯特丹人说了算 其他公司的利益将难以保障 约翰并没有放弃 他继续游说各方 最后是阿姆斯特丹人自己提出了一个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 如果联合公司拥有20到25年的授权 可以垄断经营荷兰国家的远洋贸易 那么阿姆斯特丹人就自愿放弃目前的垄断地位 每一个荷兰公民都可以自愿选择 成为联合公司的投资人或者股东 大家共同分享联合公司经营远洋贸易获得的利益 这样一来 公司股权分散在居民手中 远洋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弹刀被作大 利润可分享 这不仅避免了恶性竞争 而且分散了经营风险 这个方案最终被多数人赞成 由于约翰律师的斡旋 1602年3月20日 荷兰议会批准并颁发了公司成立特许状 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 根据议会的决定 公司拥有21年的远洋贸易垄断经营权 东印度公司成立后 开始向居民发售股票 首期募集650万荷兰顿 其中阿姆斯特丹的居民 认购了57% 成为控股股东 就这样 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诞生 东印度公司规定 首次分红是在10年之后 而等不及分红的股东们 要转让手中的股票 股票交易积少成多 阿姆斯特丹就形成了 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凭借股份公司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迅速崛起 成为当时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纵红海上40年 荷兰人逐渐控制了 全球贸易的40% 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股份公司的诞生 让民间资金汇聚到公司 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 同时又将风险分割为 分享财富的成本 让人们自愿承担 从此资本之州扬帆远航 驶入了风险财富的海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